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的附近海底 发现一把古箭 经由文物局鉴定后 确认是距今约900年前的十字军配箭 这把箭是由一名业余潜水员 从地中海海底打捞上来的 预计将在清理和修复后展出 发现古箭的地点是在一处天然海湾 推估当地曾被当作避风港 因此在历史上吸引不少船只停留 当地也出土了许多考古文物 据了解这把古箭被发现时 尽管上面布满了海洋生物 但在暗流全走覆盖在它上面的沙子后 一米长的刀片、刀柄和手柄 引起潜水员的注意 当局说这把箭据信已经有900年的历史 将在清理和修复后展出